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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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党独裁时期 混和的民政方式 无助推动民主 因此选择以暴力的手法 和蓝营对抗 香港的民主派在直选得票过半 但是在议会里面反而成为了少数派 在其形的政治体制之下 如果建制泛民两方的分化继续扩大 香港会不会有朝一日 那一步台湾的后陣呢 说到激进了 说到战斗 那当然要跟议会里面长毛讲一下 长毛 东西就扔过了 叫就叫过了 是不是都觉得 无助推动民主 会不会下一步 真的拳脚功夫呢 搞到 拳脚功夫这件事是恩世尼度 其实当年朱高正都是因为 有一些叫做万年国代的人 就是说是国民党遷台的时候 就没得选的 是死一个才补选一个 他们就补选上去 那这帮人押住这个议会 他坐在议会根本都说不了话的 那现在暂时都未到这样的程度的 就是你说以后一条新例就是 说功能团体先走 那就讲讲讲讲完 我没得讲 那就是你想不用拳脚 拿回咪都不行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以前建制派都不会很大声的 那现在在议会里面 似乎你成为了建制派的一个亮点了 就是可以跟长毛他们 真的可以公开地对策 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声音了 其实是 你觉得是 为什么 是不是就是议会需要 去到这种程度的对抗呢 不是啊 其实是无心插链的 可能之前选举 你经常在街上叫咪 那你叫得叫惯了 一站在那里就叫了 那你不记得了咪就贴在那里的 那个镜头呢 就只是focus来一个了 那再加上呢 我的感觉呢 哇 这个意识堂这么大啊 那你当然要大声点说 别人听不到的 你会不会继续这件事呢 我现在不退得了 好像 阿飞哥 很多人都叫我你不好啊 他说这个 就是 就是做你自己咯 那你真是想去说到那句 激动一点就激动一点咯 要骂人的时候 就大声骂人咯 就是这样咯 刘健彤彤一 现在一个 还有一个激化 很大的原因就是 建制派现在好像要霸占了 所有的委员会了 真的好像很霸道这样做 其实我的经验呢 过去呢 就是其实这些委员会 大家是有谈谈的 就算建制派 泛民派都尽量是给委员 大家谈谈的 那今年的确是 绝大部分的委员会都被建制派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很应该 因为始终来讲 大家议会 我们只是一个目标 最大的责任 就是监察政府 那如果你说 已经在一个选委员会的层面 已经是搞到大家是面左了 大家心里有条刺 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齐心去监察政府 齐心监察政府 就是会大家 就是用了一些时间去吵架 其实在议会这么久 官员就最希望你们自己之间有矛盾 你们在那儿吵架 他坐在那儿就看戏 接着就音音笑 接着我们怎么监察政府 政府最害怕 飞光你记得了 记不记得我们八党联盟 政府最害怕 一听到你们的党派联结在一起 他害怕的 因为他担不了你 但他看到你们这么分化 吵架 拍了手上 心里欢喜 我希望这个大家去检口 我们不吵架 我们坐在那儿 又可以真的做了联盟 其实这位委员会来说 我觉得今次表面看 就好像建制派得多了 其实他大家都有商议度 你譬如说 我现在负责人力事务 人力事务的主席是李卓仁 当然我真的要跟他选 我不想他做 我要我去选 我也有机会去拿那个位置 但我觉得在这方面 他会比我更熟悉 我觉得由他去做这个事务是对的 其实你说的人力事务是少数的例子 例如财委会 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 刘慧卿做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觉得他做得不错 今年你直接抢了他 重要的位置 也是大多数委员会的位置 你硬抢了回来才那么激化 你会硬抢投票的嘛 投票 之前说大家有商有梁 他现在就是说有商有梁 因为自由党又想做嘛 现在刘慧卿又输了 给张义仁 就是张义仁做嘛 你没东西就很公道的 但是我觉得刘慧卿 有时又说有商有梁 但有时又说投票决定 好像财委会 多年来都是说要投票的 这个委员会大家是谈不定的 这个谈不定 其他的委员会都谈过 正是哪个副系范围 就是大家混合得好点 那就是变成了 不会说政府都是建制派 我想问陈子俊 你站在你们那帮朋友的立场 见到议会是不是一无是处 所以才要搞到那么激进呢 其实是的 因为不要说议会里面 甚至政府都是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去解决民生上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还有我们最重要是民主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走出来 捍卫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陈正先生 你组织做爱护香港 对政治一定有兴趣了 你会不会参与呢 我没有兴趣政治 我只是看不过眼 但现在有一些政客在搞搞阵 在议会里面乱扔东西 十几分钟就被人赶出去 然后八万多元的工资就可以收工 完全是讨论不了问题 阻止政府做的 那外国有兴趣了 老是它会议会里面有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爷爷 我爸爸妈妈 在香港 他是属于上一代的人 是有一股建设的力量的 那为什么现在香港 有一帮政客在搞搞阵 違反疑犯 阻止政府做事 而導致一股破壞的力量出來 香港市民要想的 不僅是一美說梁國雄狗狗陣那麼簡單 是要想為什麼所謂民主派 激進派的議員 會由一個變三個再變四個 到底為什麼這一股不安的人 雖然在某些市民眼中 會覺得他們是破壞香港社會 令社會不和諧 完全沒有建設的力量 但是為什麼他們依然生存在議會上呢 我覺得如果陳靜心這麼不喜歡他們 可以在三年之後去參選立法會 新界東之後踢走梁國雄 透過選票力量去踢走他 梁振英選中那天3月25日 他站在桌上說第一句話 就是現在沒有梁瑩 沒有唐瑩 也沒有何瑩 他認為只有香港瑩 你認為現在過了半年多了 不止差不多一年了 創不創造成香港人 他加了十幾個委員會 全部都是糧粉 那個金法局全部 最機要的東西都是他自己 他才變成糧型那裏 糧型就在那裏 梁瑩雄提到他的委任那些 他現在是分得很清楚 他最低限度 他給人家一個觀感 這個也應該用人為財 當然如果你說委任反對派進去 不要緊的 是不是 如果他做得事的 為什麼不可以容納反對意見 作為一個政府 作為一個政府 應該有這個寬容 有這個亮度 討論議會裡面的矛盾 我們下一次回來會討論社會有什麼矛盾 下一次見 我們下一次見